立法院长游锡坤和声测会会长汪启慧碰走之意 因为汪启慧九月才获得美国威尔许化学奖的肯定 加上禅宋五年的号顶案也以无罪定验收场 游锡坤特别找来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苏家全 在立法院开桌设宴庆祝他双喜临门 我们真的很期待欧会长能够很快的喜上加息 他也针对我们这次送到立法院要修正的生机 新疗产业发展条例 他提供非常多的意见 他个人研究和成糖类引发了很多 不就是新疗或者是疫苗方面的开发 等于是一个重大的革命性的突破 王金平回忆2007年请汪启慧从美国返台担任中研院长 当时他跟蔡英文、陈建仁一起草拟新疗条例 立法院火速通过 让当时走下坡的制药业活了过来 对于台湾声音业的愿景 汪启慧认为可以和半导理产业做结合 那今天已经走到所谓数位化的这个医疗 像我们的面板 高解析度的这个面板 已经进入我们的整个的医疗产业 那将来很多这一些工具都需要精片 将来可能半导体的这一些新技术 也会导入这个整个医疗健康的产业 台湾的医疗产业已经在全世界受到非常大的肯定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 甚至于厂商都会到台湾来 咱结束之后在一起庆功都可以 来谢谢各位的付出 三位立法院前后院长韦翁启慧打气 也期许他能更进一步拿下诺贝尔奖 纽约新闻综合报道